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影道部这样一个思想的 好 下面咱们来实现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自定义指令这一块 同样的呀 关于自定义指令这一块 它依然呢会跟我们组件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可以创建一个全局的自定义指令 我也可以创建一个局部的自定义指令 那在上一个指点中我们已经解释的全局跟局部之间的一个区别了 所以下面我们就直接来实现这一个指令 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指令 那怎样去写呢 好 在这里如果要创建一个指令 我现在给你创建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全局指令 we ue.di r e c t i v e direct 同样的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写上一个hello 就这样去写 然后的话呢在后面这个是接收了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中的话呢有这样一个inserted的这样一个这个k值 当然我这用的是es6的简写方式 在这有的不适应我们还是改成正常的这种方式的 对吧 k value 这种形式 好 这就是我自定义的这样一个指令 然后这个指令呢你可以在任何的这个组件中去使用 包括字组件字组件中都可以去用这个指令 那个指令怎么用呢 你在哪个标签上面去访问这个指令呀 经常的时候我们去用指令的话肯定是这样去写的 我们之间用指令 we can fall we can model 这样去用 那你这个指令也是这样一样的去用we can hello 这就表示的话呢 把这个指令应用到这样一个标签上了 那这个指令有什么用 它可以拿到这个标签的真实的一个道母 所以说在这里那个真实道母放在哪呀 就放在这个指令inserted这样一个回调函数中 我们在这里直接打印这一个ER 也就是说我们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一检测 we can hello 这是用户自定义的指令吧 一检查果然用户自定义完了这一个指令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当这个道母界点渲染完成之后 会把这个真实的道母的话呢 传到这个inserted的这一个回调函数中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就能够访问到真实的道母节点了 我们来运行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P标签呀 在这里打开我们的这个 确实能够访问到 你想呀你都拿到P标签了 它自身了 你还不能够对它进行原生道母操作吗 改一下它的这个style 改它bandground的 对吧 是不是都可以做了呀 bandground 那这样的话呢 我说哎哎这个写错了 一二二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将这个东西呢 哎只要加上我这个指令 我就可以让你有拥有红色背景 它这个指令虽然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好像是只要用上我这个指令 任何的标签 只要用上我这个指令 我就可以让你变成这个红色背景的 这样一个标签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基本的 对吧 虽然无用的这样一个指令 它能够获取这个底层道母这一块 好 这是自定义指令 同样的如果我想做一个这个我私有的 也就是说做一个局部指令的话呢 哎 你需要呢 在这个地方去写 写法的话也是一样的 DIR EC TIV ES 这一块 同样的跟之前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这个hello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一段 把这个对象呢 再拿过来 放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的话呢 这个效果上的话呢 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 咱们比如改成一个 也就是一个换换一个名字 hello2的一个指令 对吧 你会发现呢 这个给它改成一个yellow 同样的 我给这一个加上这个位干hello2 这个指令 所以说这个指令 我是在我自己内部去定义的这样一个指令 这是一个局部指令 只有我当前box这个DIV才可以去使用 你要再来一个没法用 那没法用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两个指令的话 刷新一下 哎 都好用 一个局部 一个全局 看你怎么样去使用了 这是关于自定义指令 这一块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要去控制呢 你想我现在做这个指令很尴尬 它只能够永远显示成 只要用上位干hello 就永远显示成read 永远显示成 用位干hello2 就永远显示成yellow 假如说我想要说 我想要显示什么颜色 我给你传个值 你就能显示成什么颜色 那这一块 怎样去做呢 也就是说 我们用的别人指令 什么位干猫到 我看了 为有意的 人家都可以接收参数的 那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指令 它也可以接收吗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可以在这里改造成你的 把你的位干hello这个指令 进一步进行改造 怎么改造呀 如果我想要 我想传什么值 或者我想设置什么值 就让它这个 这个显示什么值 那就可以在这里 位干hello 给它一个参数 比如说 我要显示blue 把这个blue 这样一个字不串 传进去 在哪里去接收呀 inserted的 它还接收第二个参数 你就知道 第二个参数里面 可能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灌 这个一贯的这个写法 或者我们在这 官方的推荐 就写成bonding 虽然行参 随便起名字 是无所谓的 但这样的话 会让你知道 这一块 是bonding的数据 会得到 所以我们打印这个bonding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bonding 是什么呢 位干hello 传了一个blue 打印这个位干hello 中的inserted中的 这个指令 我们打印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 我这块有问题 在这里说 blue not defined 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 你只要写的位干hello 咱们想一想 或者回想一下 我写的位干猫到之后 它会把里面这个东西 当成表达式来对待 所以说 像刚才 我直接写成blue的话 它真的以为 这是一个表达式中的 一个变量 真的找去找 补录这个变量 而blue这个变量 你又没有定义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想真想传成字符串 还是写成什么 这样去写 还得写成字符串的形式 没办法 因为它里面 就是按照 按照表达式 来进行判断的 所以说 我要真想传字符串 我还真得这样去传 好 我们现在改造成字符串 应该没有警告了 果然没有警告了 而在这边 打印出来的东西 你能看到了 传进来 这个值在哪 其实呢 就在这里面 就是帮定 点 value 就是我们 在指令上 直接给传进来的 这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打印了帮定点 value 不就是我想要的 这一个结果吗 刷新一下 果然就是这个 我打印出来的 那你都能得到这个值了 你何不把这个 直接 对吧 给它复制上 这样我就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呢 我要什么颜色 就给我显示什么颜色的这样一个指令 那咱们在这刷新试一下 我要了这个是blue 那同样的 我再访问一下这个指令 我要了这个 我要了这个颜色的话呢 比如说是yellow 那这样的话呢 很明显 我做成了这样一个 可以根据用户传不同的参数 应该是开发者传不同的参数 而相应的进行改变的这样一个指令 这就是关于自定义指令中 关于这个接收参数中 这个1 2 还有这样一个帮定 这样一个帮定 好 这是关于指令中这一块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把这一个东西呀 给它改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指令有没有这个特点呀 我现在这个变量默认值的话呢 我们给它写上一个 比如说color 这样一个变量 你把这个color这个变量呀 在这个data中定义一下 咱们就给它定义成默认值 比如说就是默认值是一个gray 这个灰色的吧 gray灰色的这样一个默认值 这是变量的啊 不再是字不串的 因为没加单引号了 所以说的话 它会把这个拿过来 那这样的话背景色就变成green了 好 我们在这刷新一下 我们知道 为有一种一直惯用的 就是我们的数据绑定 所以说我只要改变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块会重新渲染呢 是这样的道理吗 我们来测试一下 改变数据最简单的方式 你应该写一个按钮啊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不写按钮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vm 能够访问到这个对象 对吧 这是我们创建的VUE对象 点我们的color 是能够访问到的gray 那我现在给它改成 red红色 回车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个地方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 不是所谓的这个变量 或者我们的数据发生改变 我们的视图就会更新更新吗 那此时color这个变量已经变成red了 为什么视图不更新呢 那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到的知识 就是指令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 关于指令中的这几个生命周期 像我们刚才只写的这个inserted 它只有在什么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周期呢 它只有在第一次插入到你的htm2 道母节点中 才会生效的这样一个钩子函数 这个生命这个函数的话 实质上是我们voe指令中 生命周期的一个钩子函数 它只在我们第一次渲染成真实道母的时候 这个钩子函数才会执行一次 如果你更新了你的数据的话呢 这个生命周期压根不会再走了 所以说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关于指令中的这几个生命周期 有几个生命周期啊 在这里啊 有这个bund 这个bund这一个的话 它的调用方式 调用时间比inserted还早 比inserted还早 就在它指前调用 但是要注意这个方法 跟我们的inserted这个方法 它们在生命 它们在这里面只调用一次 只有在第一次实力化 我们的道母节点时候 才会去调用 而接下来什么update 还有componentupdate的这两个生命周期的话呢 它就会在我们更新我们这个变量的时候 或者更新我们状态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调用 更新调用 而unbound的话 当你删掉这个组件 它会自动的调用这一个unbound的这样一个生命周期 现在要知道的是 这些钩子函数是谁的 是指令的 而不是组件的 这只是指令指令的这一个 那你在这里你写一个update 我们在这里我们去创建一个update update的对吧 在这里是update的对吧 update update 我们打印一个log update 好我们测试一下 还是刚才的这个例子 刷新一下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update好像没有调用 我在这里更新一下 改成red呢 update 执行一次 对吧 改成其他的颜色 update 执行一次 当然在这里为什么执行了三次呢 你要注意 此时的话呢 这个因为你指令的话呢 你用了三次 你用了三次这一个指令 那这样的话呢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去做我的这个界面的一个更新了呢 我同样的把这块代码的话给复制过来 那是不是一样就实现了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呢 我现在能够实现第一次可以根据我传的参数不同 而改而显示的不同 那我想改变了这个变量之后 改成yellow 它就改成yellow 改成这个red 它就改成yellow 也就是说能够进行响应式的这样一个指令修改能 好用 好用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一个生命周期inserted 还有update这两个结合的话呢 才能够去实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对于其他几个生命周期的话呢 使用频率并不高 down的 这在第一次调用 unbound只是在这个指令与元素结绑的时候 这个指令或者这个元素销毁的时候用一次 我们最常用的话呢 应该是inserted 还有update的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钩字函数 这两个钩字函数 这两个是常用的 这两个是常用的 好 这是关于呢 这一块 那对应的官方说了 既然你觉得这两个是常用的 对吧 他们自己定义的时候也知道 这两个之前是常用的 那我何不就给你提用一种简写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们可以将这个第二个参数 直接改成一个函数的一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它是一种简写的方式 也就是说它会自动的 不管是inserted的 还是update的调用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方法 既然这两个是常用的 我何不就直接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简写方式呢 在这里我们将这代码复制一下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改造成这种简写方式 简写方式 这个叫做指令函数 简写 简写 好 这一个 我们把这些没有用的这些东西呢 可以删一删 对吧 这些没有用了 同样的话呢 像这个hello2这个好像也不需要了吧 少了一个括号 那这样的话没有问题的 好 根据这个color值不同 然后我可以改变 咱们先运行一下这一个 对吧 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有没有问题啊 把这个重新运行一遍 现在是灰色 当我改变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为 刚好color 比如说啊 我就改成blue 好用 这一个 那在这 既然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那我直接就给你提供一种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这一块 第二个参数 不用写成对象的 直接你就写成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会调用呢 只要是你第一次插入的时候会调用 还有什么时候会调用呢 只要你更改了这个变量 更改了 它绑定了这一个变量值 它也会调用一次 所以说它就相当于 把刚才那两个方法 给合成了一个方法 变成了一种减写的一种方式 同样的接受两个参数 一二二 接受我们现在只用过这两个参数 对吧 方定这两个参数 我们打印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对吧 console log 这两个 一二三个 一二二 发现一下 在这里 果然是一样的 同样的 当我改变这个值的时候 它会不会再次调用呢 我们 onder 小are 给它改成 Blue 果然重新调用 我们再改成任何的 对吧 מא 也会 重新调用 果然 es 这样的 所以说的话 相当于 把刚才那个过程的话 直接给简化成了这种写法了 一眼二 style.bank jround 等于我们的bonding.value bonding.value 这样一种写法 刷新 这个写错了 bonding写错了 bonding.value 刷新一下 灰色的 改成黄色的 yellow 改成blue 好用 因为这个 函数的话 它是 一种简写方式 想在什么时候用 就在什么时候 去用 inserted 还有update 都可以来处罚 好 这是关于这一个 这是关于这一个 那在这的话 咱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 关于对象自变量 按照官方的这块的话 这个其实 就是在你传参的时候 你想说 我现在只能传一个参数吗 假如说要传多个参数 怎么办 就是传什么 传对象就行了 传入一个对象就行了 你现在你看到说 我看了bonding.value 只能获取一个值 那假如说我要传入 多个值的话 不知道官方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为对象 字面量 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 我感觉你这个指令 只能接受一个值 假如要接受多个呢 没办法 我只能接受一个 你无非就是把这个值 改造成什么样 改造成一个对象 就可以了 你就改造成一个对象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color的话呢 给它改造成一个什么 对象 也就是我在这里 写一个obg 对吧 在这里我定义 这个obg 唯一一个啥呀 唯一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中的话呢 包含 对吧 color 然后的话 可能还包含了 这个东西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比如说 再就是它的bandground吧 bandground 还是一个 这个yellow 包含 变成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此时的话 再传进来之后 我们再打印 这个bonding的话呢 对吧 bonding点value 再打印的话呢 应该会发现 哎 它就是一个对象的 如果你再想实验 刚才那个效果的话呢 你还多点一下的 对吧 在这里 bonding 点value 拿到了就是这个obg 这样一个对象呢 而此时的话 这个对象是不是就是 这一个对象 刷新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对象 展开之后 有background 有background的 对吧 还有这个color 当然此时的话 这个对象的话 已经被我们voe 给实力化 或者包装完之后的 一个对象了 那在这里 看到getset 它确实整个实现的原理的话呢 是通过getset 这个拦截去实现的 那所以在这里的话 它确实 把我们普通对象 都给我们转换成了这种 getset包装完的这种对象 但是你们只 你想拿什么 都能拿得到 那在这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对面 对象字面量 这样一个意思 看着你 看着这件事情 就有这个地方 我送你 一定要 就有什么 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